總分加名次 那這裡面的資料不需要 而且要前五名的 那我每次如果說我要去找 我要必須動到前面 而且如果圖畫煉鋼你要看得很辛苦 一一複製過來貼上 複製過來貼上 那你不如就是把它錄製成一個聚集 以後呢只要按下確定之後呢 資料就幫你帶過來 按下清楚把裡面清空 那如果下一次小考你考完之後 馬上按一個確定就知道前五名是誰了 那不就很快的就可以知道 你要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這是應該最基本 那裡面牽涉到就是如何錄製新聚集 跟修改聚集的部分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那後面的話還有一些sample 我們逐一的來看好了 這個大概簡單先准馬看 看一下等一下會需要用到的 那這個是聚集錄製流程 也就是說你們錄製聚集的時候 還需要有個訣竅 就是說呢 你要把它當什麼呢 有點像那個拍戲一樣啊 拍戲之前你不能亂拍啊 所以你先就直接就開始 不可能吧 要先什麼 要先彩排一下 你等一下要怎麼做 第一部誰跟誰 第二部誰怎麼樣 講什麼話之物之類 所以在錄製聚集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要先想清楚 等一下你要錄製什麼東西 你不能亂錄啊 想到什麼錄什麼 錄錯了怎麼樣 復原 它也會幫你錄一下 所以呢 這個基本的流程是 大概一到七 這個等一下呢 我們會逐步的把這七個動作呢 逐步完成 錄製聚集的部分 好那我先把那個錄製完成的 這個程式碼 這個是程式碼部分 在你們講義裡面也都有 我們第一個呢 先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先開啟 我們的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的這個 03的這個 打開來其實裡面是沒有 就是只有一個畫面 這一個應該是這個 只有一個完成的畫面 那要各位怎麼樣呢 這恐怕 各位要自己把這些相關的字 稍微把它填上去好了 這個部分 範例檔裡面沒有 那我們需要的部分 就是這些相關的格式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完成的 其實我剛剛講的 就是把這些完成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清除確定 那我要怎麼樣取得這些資料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我希望 因為我是用一個 這邊的 這邊的數字 會自動 重新再怎麼樣呢 重新再 取得一個新的數字 這個是一個 我們自己亂數跑出來的成績 按一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並且把前五名怎麼樣呢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就是亂數跑完之後的成績 然後如果要清除 都按一下清除鍵 這邊資料就清空了 那在下一次的話呢 按一個確定 資料呢 又過來了 然後按清楚 這個是第一個範例 等一下我們會講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範例檔先打開 然後呢 把上面的資料 大概比對一下 我們這個需要的這些相關欄位 把它key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謝謝